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是什么感觉? 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和活力的国家之一,但对外国人来说,搬到中国工作往往会让人望而却步。 以下是一些有用的提示。 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人通常有很多不同的经历,但如果你想搬到世界上最令人兴奋,最令人困惑和最具挑战性的国家之一,有一些共同的主题需要注意。 这里有一些小技巧可以让你知道在中国生活的感觉。 如果你正在考虑搬到中国工作,在你冒险之前,有几件事你应该考虑。 首先,你是更受你想做的工作的激励,还是你想生活在中国的某个地方? 如果你想从事政治、科技或金融工作,你可能只限于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等主要一线城市。 这些地方引人入圣,充满活力,可以体验中国现代生活方式。 但缺乏美丽的乡村和中国大部分地区著名的独特的地方传统。 如果你渴望更深层次的文化沉浸感,想磨练你的汉语技能,或者只是想生活在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风景中, 那么就去寻找乡村的机会。 对于外国人来说,这主要意味着教授英语或在非政府组织内从事某些工作。 其次,值得考虑的是,中国的职场文化可能与你习惯的不同。 例如,由于无处不在的消息应用微信,同事们可能很少考虑个人时间。 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加班和可用性方面,西方可能会有不同的期望北京。 若可当代艺术中心的英语编辑Simon Frank说,您可以在微信上24小时联系,这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 虽然,它使同事更有可能在周六晚上11点给你发信息,但该应用程序也使工作场所的协作更快,更高效。 让我惊讶的是,在北京旅游公司Wild China工作的Katy Cundell说,有多少是通过微信Work完成的。 办公室里的一切都可以在一个系统上转移。 预定和审批在中国工作还有许多其他积极因素。 中国是机遇之地的陈词烂调是正确的。 你会遇到几十个在一旁创业的人。 与西方国家相比,初创企业的官僚作风要少得多。 而敢做敢为的态度意味着,在中国一个月内,你可能会经历比在西方一年更令人兴奋的挑战。 如果你真的决定在中国工作,你一定会找到友好、热情的同事。 即使在习惯于雇佣外籍员工的公司里,一些当地人仍然觉得能遇到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人很令人兴奋,并且很乐意与你谈论你们文化和经历的差异。 然而,中国的工作场所往往工作时间长,有时效率低得令人沮丧。 在许多办公室,工作人员虔诚地在中午打卡90分钟的午休时间,并在整个下午小睡片刻,但随后一直待到晚上才能完成所有工作。 中国的办公室也经常有严格、不灵活的等级制度。 弗兰克说,根据我在中国工作的经验,雇主接纳外国雇员的意愿和能力因公私而已,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作是一次非常积极的经历。 我认为有一个外国人当老板在这方面有很大帮助,弗兰克还警告雇主不要在签证和其他许可证上拖拖拉拉,同时仍然鼓励外国雇员工作。 过去让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灰色地带正在迅速消失,因此这可能非常危险,任何考虑在中国工作的人都应该确保他们的潜在雇主能够及时完成申请工作签证所需的文书工作。 与在西方工作相比,中国的年假政策似乎特别严厉,每年有10天的国定假日,除此之外,大多数工人都有5天的年假,尽管很少有这样的假期。 如果你在一家中国公司工作,圣诞节等西方节日是不被认可的,这使得回家度假变得困难。 一些公司为外籍员工提供更慷慨的年假政策,但即使这样,试用期也可能长达一年。 在试用期内,你无权享受年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经常会遇到一些文化冲击。 例如,外国人一词在中国仍被广泛使用,一些外籍人士对此感到疏远。 如果你的中文技能不过关,那么外国人和当地人的区别就特别明显。 例如,在许多办公室,中国员工和外国员工分开吃午饭。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午餐想要不同的东西。 但也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你不想学习中文,中国员工不想在午休时间努力说英语。 此外,值得记住的是,从事类似工作的中国员工的薪酬往往远低于外国人,这可能会影响社交选择。 许多外籍人士在中国工作时没有学习普通话。 这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更可行。 但即使在那些地方,如果你只会说英语,你也可能遇到困难。 通常,职位越高,外国人就越有可能在不说中文的情况下担任该职位。 因为人们认为他们的工作经验足够宝贵。 而且他们有能力雇佣当地助理,翻译。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份入门级的工作,那么在你决定在中国工作之前,一定值得学习一些基础知识。 Candale说,在中国工作,当你必须订购东西或打印东西时,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一切的效率有多高。 你基本上可以通过手机协调全国各地的任何采购和交付。 而这一切往往会在几天内发生,另一方面,这都是中文。 所以,当你不能很好地说这门语言时,这会让你有点困难在中国生活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食物。 廉价,多样,美味的食物就在你家门口。 一起外出就餐是迄今为止与当地人最流行的社交方式。 除了北京鸭等名菜外,你还可以为丰富的烹饪文化感到惊讶。 这种文化中不乏美味的惊喜。 如果你想吃西餐,大城市也有很多披萨,意大利面之类的选择。 在中国的生活费用是多少? 这取决于你住在哪里,城市要贵得多,但在北京。 你可以以每月9000元,约1000英镑的价格租一套公寓。 许多国际公司会为你支付租金,作为你就业计划的一部分。 一般来说,当地的生活非常便宜,但如果你想做一些西方的事情。 比如在城里的高档机围998过夜。 即使不是更多,也要支付伦敦的价格。 中国社会风俗 西方刻板印象中的中国习俗比现实中的事情更受关注。 但也有一些黄金法则,用双手接受,提供名片。 在进入别人家之前,一定要脱掉鞋子,并感谢提供给你的任何食物。 更重要的是要接受你可能会感到惊讶的习惯。 比如在街上随地土壇,在室内吸烟和混乱的排队安排。 此外,学习如何使用筷子,在中国生活安全吗? 是的,许多外籍人士,尤其是女性,发现在中国生活比在伦敦或纽约等城市安全得多。 街头骚扰和猫叫对外国人来说几乎闻所未闻。 而且晚上街道往往光线充足。 轻微犯罪率,尤其是对外国人来说,似乎特别低。 所有大城市都有大量的警察和闭路电视,这是否会让你感到或多或少的安全取决于你。 但如果你有问题,你永远不会远离地方当局。 如果你在开车或骑自行车,那么不太安全的地方交通可能看起来相当混乱。 但要有足够的智慧,戴上头盔,你可能会没事的。 你能在中国使用社交媒体吗? 绝大多数西方社交媒体,包括脸书、推特、Instagram、谷歌、WhatsApp、奈飞等都在中国被屏蔽。 这可能令人沮丧。 使用你在中国境外购买的虚拟私人网络,可以访问这些社交媒体,并屏蔽纽约时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新闻网站。 但这些并不总是可靠的。 百度和微信等本地替代品在中国使用很好。 但如果你想与家乡的朋友保持联系, 你可能偶尔会遇到一些困难。